日本传奇股神BNF小手传龙交易方法基础公开 先一句话简介小手传龙 1978年出生 22岁开始用160万日元自学超股 偶像是著名交易大师维克多尼德霍布 前三年一直亏损 之后一直快速盈利 八年之后的2008年已赚到200亿日元 之后拒绝孙正义的财富托管 自己购有豪宅并隐退 其人生活一直极为低调 苦寿如柴 饮食生活极简 以下是其在几次媒体采访时 透露的一些交易方法 由于是语翻译成中文 所以有时用词不太准确 具体来说 就是看股票排名信息 选择股价远低于25日移动均价的品种 当时 尖松 日商严仅限双日 柱有重型机械工业 景观农机等 与25日移动均线的贝离率 有60%至70%的股票有很多 我买了像他们这样下降过多的股票 在短暂反弹的地方 就开始赚到有盈利了 在现在的上涨行情中 以超大型股票为主进行交易 我在股票上刚赚到钱时 几乎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的投资风格是短期买卖为大前提 不会有长期的股价预测 在上涨行情和下降行情中 投资方法有所不同 在上涨行情中 以个别品种的成交量变化 场内的板块信息 日线图表为中心来看 基本上是重视图表 关于利润确定卖出和止损的时机 自己的规则有几种模式 但没法说得详细 即使是专业人士想要用精准的语言 来描述一种技术或也会失败 自己也仍然是外行 所以不要把我看得太神奇 不要严格去套用别人的理论 用适合自己的投资法 站稳脚跟才是王道 赚钱的背后是无数次亏损的经验 一切都取决于行情环境 期货行情利用价值非常高 要说的话 就是期货行情暴涨暴跌移动的瞬间 能反应足够快的才能胜 一到下单的场面守在脑袋思考之前就动了 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 所以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看好了25天线的贝利率 才坚定下单投资的 总之 我在下跌行情中获胜的理由是 从这个25天线大股票价格贝利 下降了太多的股票便宜的买了的原因 当出现大量抛售股票价格下降的迹象时 很多人会很害怕 开始抛售 但如果不是企业倒闭 股价就不会为零 也就是说在反弹点价位吃到底价的筹码 我之所以买下这些公司 克拉里昂东京泰阿托石金铁公所的股票 是因为此时股价暴跌的原因是 无关的其他公司倒闭 这三家公司当时业绩不太好 只是其他无关的公司倒闭了 大家都觉得这里也不妙吧 于是暴跌了 我看不到这三家公司倒闭的情况 所以才买的 股票投资中最重要的是看到 整体价格走势流动的能力 包括对这个原因的分析 也就是洞察力 总之就是每天看看股票价格的动向 当整个日经的上扬变厉害 而买得起的股票变少时 钱就会流向低位和新兴的小盘股拉升 还有就是看买卖价格和成交量的变化 探清即使下降却也有很多人买的股票 涨了成交量却在变少的股票 这是很重要的 这样的话 接下来强势的是哪个行业板块 然后那个行业中 哪个龙头公司应该什么时候买呢 越来越清楚的有概念 先看一下整体 整个行业发展很重要 首先要阅读整个市场情况 并决定投资的板块 看买卖价格 成交量 涨价 降价的排名等 检查引领其市场的代表性龙头品牌的情况 此外 美国市场 日经225期货 外汇 看一切都很重要 如果是以下跌中的股票抄底为目标去买入的逆势 也参考25日移动均线和日线图表的贝利率 比如前几天 房地产证券化相关急剧下跌的时候 资产经理 克里德等牵头品牌出现了很长的阴线 让人有一种打到底部的感觉 这种股票是联动的动作 如果有稍微晚一点的信息 确认好的话可能是个机会吧 移动平均贝利率根据时期和品种的不同标准也不同 请注意 如果瞄准上升途中的股价 稍微回车一点的地方 就必须判断这位置是否真的有支撑力 那个时候不仅要看看图表 还要看看美国的行情 我根本没有杠杆交易的想法 现在几乎都是现货交易 但在积累资产的阶段 绝对不能只做杠杆交易 出手杠杆的话 资产可能会降到零以下 所以觉得很危险 资产越大 猎物狙击就越难 因为大资金操作能在下降的情况下将价格拉起来 所以买了之后不会继续飞涨的情况下就必须逃走 买卖哪个品种 只能在行情中考虑 结束后在马后炮没有用处 厂上专心交易都没时间下评论了 现在的下降行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认为这是一笔就算错了 也是一笔极好的学费就行了 也有不亏损的话就不可能明白的是 一开始就交学费是理所当然的 那个上涨行情本身就是异常的 我想暂时不会再来了 现在是初学者应该做的投资风格吗 达到大资金交易水平去主动拉动行情 是一种很难的方法 所以我认为这仍然是彻底的失败 没有什么特别的手法 我觉得像那些基金经理人 或者一个月一定要赚多少钱的任务的人 我觉得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大的 股票还是应该用充裕的资金来做的 如果抱着绝对不能输的心情 进行不合理的买卖就会越来越亏损 因为市场是公平的 只要做点奇怪的不合理的交易 露出马脚马上就会被庄家当成事物 压力很大就很容易变成那样 能赚150亿日元 并不是因为自己特别优秀 只是时代真的很好而已 没那回事 看这基本面和世界形势呢 看了很多 美国股票是怎样的 中国股票是怎样的 汇率是怎样的 因为是在短期内交易 所以很在意短期内影响的项目 比如选举之类的东西 我自己不做杠杆交易 只有传统的投资 在上涨行情中瞄准上涨的股票的顺势投资 在下跌行情中 瞄准下跌中的股价反弹的反向投资 就这些 在品种选择上 我们会看到美国市场和期货市场的走势 来抓住心态 之后会结合行情的走势进行投资 受行情拖累而下跌过多的优良股票是目标 在飙升行情中 我认为短期投资还是更容易减到利润 当然 根据行情的不同 投资的方式也会不同 在上涨行情的时候 只要买下强势价格飙升的股票就可以了 像现在这样下跌行情的时候 瞄准的是股价从25日移动均线 大幅背离的股票 如果是今年夏天的暴涨 背离率的目标是30%左右 瞄准下降的地方 等待反弹 大盘向下的行情能赚到的也更多 所谓的股票投资 就是胜利率的问题 做十字赢六次就可以了 当然 也有亏损的情况 其中如果努力减少亏损了的话 资产就会增加 看清当时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就像面临这次的直线下降 光靠和25日移动平均线的背离率 来度反转也不行 本来就是很高的难度和上涨行情的顺序一样 只能整天看很多价格变动 体会到这一点 对于行情 自己的想法一概醒不通 想赚这么多钱 就买这么多的想法 一定会失败 在严峻的行情下 虽然最难 但最重要的是卖出时机 因为不知道这一点 亏损就会扩大 到去年中期为止 上涨行情的日经平均今年一直在持续下跌 所以和上涨行情的时候不同 现在以逆史为中心 在突然下降的地方买东西 等着反弹 不过 进入9月后价格变动不寻常 即使是以前买入点的大幅下降 从那里进一步下降的情况也很有可能 这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行情 完全不能掉以情心 一觉得危险马上就止损 即使是几分钟 如果判断迟缓的话 也会有一亿日元被炸飞的情况也不少 你最好切掉亏损 并瞄准下一个机会 不 亏了之后出乎意料的反弹的情况也很多 但是这次只是运气很好 日经指数平均通常在于25日移动均线的倍率达到7-8后 应该会反弹 但即便如此 也会继续拖曳的下降 没见过这样的行情吗 看到暴跌的日本股票 我很兴奋 每个好股票都可以便宜的买到 我很高兴 我总是在市场下跌的前提下坐 如果上升 我只会跟着 短期买卖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当时的精神状况 盈利之后很容易亏损 但是亏损后再亏损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特别是一天亏损不止损 就会蒙受巨额损失的行情 所以作为自己 总之要注意不要损失太大 我所有的投资诀窍 都是自学和摸索的 虽然最初的三年持续了严重的亏损 但在那个时候开始 我很大程度上学会了止损的重要性 从转为上涨行情的03至05年开始的人 一开始就算赚钱 但如果没有真几率 后来也会亏回去